大家好 鸡胸肉不要再老套吃饭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吃的美食 自然鸡胸肉的家常做法 学会我今天这个做法 做出来的鸡胸肉外酥里内 香酥好吃非常的解馋 我家小孩三天两头的叫我做上一次 很多人都没有见过也没有吃过 下面就跟着我的视频来看一下是怎样做的吧 这是我在超市花五块钱买的两块鸡胸肉 我们先把鸡胸肉给它处理一下 先用刀把鸡胸肉从中间片开 再把鸡胸肉改刀切成两公分左右的长条 最后再把鸡胸肉切成小方块 全部切好以后放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把鸡胸肉给它处理一下 先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 再下手给鸡胸肉洗一个凉水澡 然后放在一旁浸泡十分钟左右 趁着孩子看电视的时间 我们准备一半根大葱 把大葱切成细长条 再把大葱改刀切成小葱花 全部切好以后放入小碗中备用 这是我从地里摘回来的一把香菜 再把香菜切成小段 全部切好以后放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个小碗往里面加入两勺的自然粉 两勺的辣椒粉 两勺白芝麻 适量的胡椒粉 再加入500粒的白糖 半勺的食用盐 然后我们把它们搅拌均匀 所有的调料全部搅拌均匀以后 先放在一边备用 现在我们的鸡胸肉也已经浸泡好了 先简单的给它缩洗一下 然后用双手把水分给它挤干 空干水分以后把它放到一个小碗中备用 挤干水分的鸡胸肉我们再把它抖散开 散开以后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少量的胡椒粉 一点料酒去腥 一点小末香油 蚝油提鲜 再加入一个鸡蛋 下手给它装拌一下 把鸡蛋和调料和鸡胸肉充分的装拌均匀 让每一个鸡胸肉都裹满鸡蛋液和调料 鸡胸肉一定要给它抓拌均匀 抓拌均匀以后 感觉有一点粘手就可以了 再往里面加入玉米淀粉 土豆淀粉也是可以的 再下手给它装拌一下 让所有的鸡胸肉都裹满淀粉 最后把它装拌成像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起锅烧油 多加一点食用油 油温烧到七八成热 把我们腌制好的鸡胸肉全部下入锅里面 鸡胸肉下锅以后 先不要给它搅动 等到半分钟左右 鸡胸肉全部定型以后 然后我们想办法给它搅动一下 把这个鸡胸肉给它炸一下 把里面的水分给它炸干 炸制的过程中一定要多给它搅动 一定要把鸡胸肉给它炸干 炸制鸡胸肉表面有点金黄 现在就可以把它捞出来了 然后把它放到露篮里面 控一下油 现在这个鸡胸肉其实就可以吃了 为了味道更加好吃 更加的酥脆 我们先把油温再次升高 把鸡胸肉放入油锅里面 给它复炸一下 复炸的时候 我们大概复炸两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时间到了以后 我们把鸡胸肉给它捞出来 接下来我们再次起锅烧油 油热以后 把大葱加进来 给它翻炒一下 炒出里面的香味 炒香以后 我们把所有的调料加进来 用铲子继续给它翻炒 把调料炒香 炒香之后 我们再把鸡胸肉放入锅中 我们开中小火 继续给它翻炒 把鸡胸肉和调料 给它混合均匀 我们用这样的方法 炒出来的鸡胸肉 特别特别的香 比吃烧烤还要好吃 炒香之后 再把香菜加进来 用铲子快速的 给它翻炒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 现在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出来的鸡胸肉 真的比吃烧烤还要解馋 比肯德基还要过瘾 现在把它盛出来 装入盘中 上桌就可以开吃了 一道非常好吃 解馋的自然鸡胸肉 就这样做好了 看上去就非常的有食欲 闻起来非常非常的香 鸡胸肉学会这样做 再也不去吃烧烤了 下酒下饭 真的非常的解馋 小孩子当做零食吃 也非常的不错 喜欢的朋友 可以在家试一下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 转发收藏点赞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